作曲 李宗盛 咱们中国人呢有句俗话 强梁人惹祸昭灾 吃亏让人者常在 这话绝非是明哲保身 有一定的道理 强梁是什么意思 钻牛角尖 忍性 我就这么的绝巴头 惹祸昭灾 那么吃亏让人的常在 看来受了点委屈 算不了什么 吃亏让人嘛 你踩了我一脚 我没言语 或者一笑了之算了 你说你们踩我不行 你踩我 打起来光去砖头 打脑袋上 结果轻则拘留 重则判刑 人呢到时候头脑要保持清醒和冷静 那咱们前文叔说 这石朗这个人啊 就有点强梁 钻牛角尖 实质上他是先锋 郑成功那么器重他 他处置他手下的部将 不算过分 他有这权利 郑成功也不会挑他 但是对待增德这件事情 不是非杀不可 非得处置他不可 你给他个改过的机会 或者降机使用 或者打他几十军棍 也就算了 结果这石朗觉着面子上过意不去 非要在郑成功面前找个理 我得找个理 钻着牛角尖了 公然派人到大将军府里抓增德 这不是给郑成功一个下不来台吗 将帅之间要出现这种事情 这要命啊 他就这么做了 当他派人把增德押回先锋营之后 咱不说 但说郑成功 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了这种事 他能痛快吗 加上前者 朝廷派人向他招安 他那心里本来就七上八下的 那火就更大 又惦记北京的亲人 在这个结果眼上 又出了这种事 什么人能消化得了 郑成功下的马回到大将军府 就想这件事 其实这 这石朗有点不像话 石朗啊 你忘了你的出身了 数年前我在南澳招兵 你在我面前献议 我将你特格提拔呀 月季超生 你才有今天 多少部下都没超过你去 我对你如此信任 你太叫我下不来台了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跑到我府里逮人 你眼里的还有我这大将军吗 你想干什么 但是他想来想去又把这火压下了 郑成功一想 大敌当前以团结为重啊 哎呀我不能这么想 这么想务事啊 他忽然想起个典故来 据说东汉的时候 汉光武刘秀皇帝 有个亲抛姐 受封为胡杨公主 胡杨公主的手下 有一个人作恶多端 这胡杨公主啊 就把她庇护起来了 保护起来了 官府通缉 拿她 拿不着她 有一次胡杨公主出去 降乡 就带着这个凶手 正好迎着面 遇上了洛阳令 叫董轩 董轩官拜洛阳令 正在通缉这个凶手 跟胡杨公主走了个对面 董轩一看 那凶手在这呢 不容分说 命人 马上把这凶手抓住了 当着胡杨公主的面 就地正法 胡杨公主 怎么求情也不好使 到底把这人给杀了 事后胡杨公主哭着 见着光武帝刘秀 告董轩一撞 一开始刘秀也气得不得了 心说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姐姐 在大街上千人瞅万人瞧 你给我姐姐就留点脸面 你小小的洛阳令 你太狂妄了 后来刘秀冷静地想 董轩做的不算不对 人家执法 有什么不对 错在我姐姐身上 你不应该以自己的身家 包皮杀人的凶手 因此刘秀 不但没怪董轩 还把董轩加官禁机 当众进行了表扬 把这姐姐胡杨公主 狠狠地身赐了一顿 这就流传到后面 成了千古的美贪 这些古人的事 郑成功特别了解 郑成功一琢磨 石朗做的不算不对 看到他的长处 但这人有点粗暴 过后呢 我们俩谈一谈 能改了就好 但是又一想 这个曾德是个大将之才 也因为这么点事 就把他杀了 有点过分 想到这马上 教了自己的新夫人 去 到先锋迎将 石先锋 传达我的命令 告诉石先锋 曾德 最好不要出死 你就说 这是我的意思 是 快去 这人赶紧到了先锋营 传达郑成功的命令 单说石朗 听手下人禀报 把曾德逮回来了 马上声听 把曾德推上来 破口大骂 指着曾德的鼻子 你真会走啊 你跑了 你上了大将军府了 你认为到那就保险了 你认为你到那 本先锋就处置不了你了 哈哈 你想错了 我石朗是个什么人 你心里清清楚楚 我是执法乌山 令出必行 曾德呀 或许说原来我没想处死你 通过你这一跑到大将军府 你给我眼里插棒锤 你这种人我不能留着 把他推出去 杀 这刀斧手 刚刚一推 大将军令到 郑成功派了传令的人 进了先锋营 十郎 胡着脸 就问 大将军什么指示 回先锋大人 大将军有令 传话这人呢 还倍加谨慎 压低声音 趴到十郎耳边 大将军有令 说曾德是将才 两军挣钱 正在用人之际 大将军的意思 最好不要处死 说的再清楚没有了 像那十郎 你要明白的 郑成功的意思 你就别杀呗 不许 十郎是个轴子 冷笑了一声 根本没拿大将军的令 当回事 杀 马上开刀 扑一刀 把曾德脑袋看下来 传令的人 就在旁边站着呢 一看用拖盘 把脑袋拖上来了 传令的人 就心急翻个 十郎也没累他 那也怎么说怎么说 三辉英把脑袋 挂在气盖上市中 市中三天 看看哪个玩乎之手 这就是牵扯之间 传令的人 出去就哭了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人 也是南澳的人 跟曾德呀 还是乡亲 俩人关系不错 虽然有官大 有官小 他非常同情曾德 曾德就在 大将军府里 隐藏的时候 一边哭着 一边跟他说过 说我太委屈了 怎么曾德 怎么回事 这传令的这个人 身表同情 认为大将军都发话了 你怎么得 得网开一面吧 没想到 大将军的命令 不但没救了曾德 成了催命鬼了 脑袋瓜 搬家了 这位对十郎也不满意 在路上 把词颠队好了 回去见到郑成功 是天有加醋 郑成功一看他回来 哭着回来的 郑成功就一愣 怎么回事 传达我的命令了 回答将军 我不敢说 说 怎么回事 要不传达您的命令 还好点 一传达您的命令 增着脑袋搬家了 啊 死了 是 叫十郎传令 给砍了 我到那会儿 我说 大将军有令 说这个人最好不杀 两军镇前 正在用人之计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我没当说完呢 十郎胡着个脸 连听也没听 他还说呢 他说 好 我要不给大将军留脸面 我就把曾德压到 大将军府 当着郑成功的面 我先揍他一顿 我再杀了他 这看在大将军的份上 算了我不这么做了 我现在把他杀了 结果您这令也不好使 成了催命符了 到那会儿 增得命就没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哎哟 郑成功都要爆炸了 脑袋 是在嗡嗡之醒 咬牙切齿 心里说话 十郎啊 十郎 你个忘恩服役之辈 我怎么提罢你的 你忘了 你之所以有今天 谁给你的 你忘了 你这样专横跋扈 没把我看在眼里 迟早 你官越做越大 权越来越重 你更眼里 他没我了 你像这种人 我留着何用啊 张成功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黄信何败 黄信是左君主将 迈不过来 大将军 黄信 我命你带一只人马 赶奔先锋营 把十郎绳之以法 带来见我 不得有 黄信傻在这儿了 知道十郎红的法子 我大将军就为这事 把十郎逮起来 那命还保得住吗 所以平完了 没动地方 只做牙花 你听见没有 请问大将军 您大尊怎么处置 十先生 废话 怎么处置 我还得跟你商量吗 快去 是 军令 黄信也不敢说别的 到了外头 愣了一会儿 他动动脑筋 也没点兵 就带了四个亲兵 从中有个亲兵就问 黄将军 抓十郎去 这带四个人 十郎那是一只虎 那是 他现在大权在握 他要不听呢 您不得吃大亏吗 您得多带军队啊 连大将军都这么说的 哎 你懂什么呢 这不是出兵建长 十郎跟我关系也不错 我小之以礼 东之以情就得了 哎 我将军呢 十郎那人脸可酸了 翻脸不认人呢 您还是有备无患呢 四个亲兵苦苦相劝 后来这黄信一琢磨 是啊 平人劝吃饱饭呢 但是我要带着人多去了 十郎一看 啊 抓我来了 当时就得窜了 哎 我就缓冲一下 对了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他带了三四十人 都让他们在穿仓里藏着 身边就带了俩人 起了身 一直敢被先锋营 十郎杀完了增得之后 脑瓜凉快凉快 也有点后悔了 要不说这人呢 脑袋一热 就容易做出蠢事 所以奉劝各位脑袋别热 欲试三思免得后悔啊 但是话好说事儿能办 这人我一撞饼梁 不顾三不顾四 不顾三不顾三 做完后悔 吃了就这么回事 杀完了增得这口气出来了 冷静下来一捉摸 坏了 坏了 郑成功肯定不能放过我 我叫他太下不来台了 这玩意的事先还派人跟我打了招呼了 叫我保住增得的命 我就没听 我倒给杀了 郑成功能不害我 郑成功刚烈的不得了啊 那是全军的主帅 一声令下如山倒 哪个大胆敢不听 我就没听 他能放过我吗 坏了 哎呀也许不能怪我 等着吧 过些日子 等他脑袋冷静冷静 我见到他的面拍拍礼 跟他解释解释认个错 也就算了 他是这么想的 没想到在当天 黄信来了 有人向他一通报 左君主将黄信求见 他脑袋嗡了一声 黄信来了 带多少人吧 身边就俩人 一共撒人 哦哦 这才放点心 他说来撒人那不是逮捕我 请 侍郎亲自应接 同为郑成功 手下办事 他跟黄信 个人的感情都不错 称雄论地 一见面的叫老弟 老弟 你怎么来了 哪阵相逢 把你给催得我的营宅了 哎呀大哥 怎么我就不许来啊 我想你了 正好闲暇无事 穿个门子 跟人俩谈谈 哎呦 欢迎欢迎 里边请里边请 携手揽腕往军营里头走 一边走 石朗一边说 老弟啊 我一度的话 想找亲人诉说 你来正好 听我倾诉肺腑 行行 黄信演戏呀 假装装的什么事都没有 进了大厅之后 两个人分宾主落座 仆人献查 石朗一挥手 其他的人都退出去了 他把这凳子拉拉拉 靠近了黄信 我说老弟 哎呀 我做了一件蠢事 什么事 我把曾德给杀了 哦 是这事 哎呀 我当时头脑一热 不管不顾 杀了曾德 这不是给大将军下不来台吗 我现在追悔莫及 我想过两天呢 等着大将军平息平息 我跟他解释解释 承认个不是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好呢 黄信心里都有说 我说先锋大人啊 你这事做的太愚蠢了 是我太蠢了 我怎么后悔呢 大将军要没这话 你给杀了也就杀了 大将军专位派人 拿着大令来的 你说你当着这传令官 你就把曾德给杀了 你这等于给大将军来了 两计而光啊 大将军是三军的统帅 爱财啊 这是一 另外一个 曾德未必犯辅罪吧 据我所知 杨马 马死了五匹 包括你那匹 名马 不管怎么 那是畜生嘛 他有时简便 对部下要术的不言 顶多给他记大过 插箭游营 打军棍 降机使用 完了呗 何胡非得要他的命啊 你忘了曾德呀 跟你都是在南澳冲军的 你们俩一块入伍的 只是他的官没有你大而已 你这官之所以这么大 还不是大将军对你特殊的提拔吗 你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是啊 当时我怎么想的 我觉得这法是大将军定的 我在执行大将军的法和令 我没有错 是不是呢 我这人是个将眼子 其实曾德不死也未尝不可 我就为这个事懊恼 算了算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追悔莫及了 我倒是也是为这事来的 我也是劝劝你 等日后有着机会 见着大将军好好解释解释 哎哎哎哎 哎呀 我这只肠子都回听了 俩人谈的有一个时辰 石朗一点都没猜出来 黄信是抓他来的 也没看出来 黄信起身告辞 石将军我告诉回去了 由公主来做客 哎好好好 石朗往外送啊 一点也没想别的 送到营门外 就问黄信 你坐船来的 啊 我船就在港湾 我我送你到港湾 行行行 我还有些话跟你说 两人携手揽腕到港湾 石朗一看果然船只 在这靠着你 哎黄将军 拜托你 见到大将军有空的时候 向我解释解释 好吗 你先透个话 下点毛毛雨 过三过五 我再去求见大将军 行行行行行 说这话就到了码头边上了 黄信一看石朗身边也没人 正是下手的机会 突然高声贺令 来人 船船里事先埋伏的三四十人早把声索准备好了 呜上了岸了 把石朗给我绑了 石朗一看是出乎意料之外 黄将军 黄将军 黄将军你这是 你你别说了 大将军有令把你带到大将军面前问罪 搬起来 石朗再是一只虎 刮不敌重 再说他也不敢反抗 军兵望上一闯 宁额巴把他捆上了 把他塞到船上 石朗冲着黄信冷笑了两声 好 够意思 够意思啊 黄将军 你这戏眼的不错呀 滴水不漏 把我真给骗住了 黄信冷笑一声 石将军 对不起 黄某 奉大将军另行事 你我没有个人恩怨 我就得执行公务 押得穿了 哎呀 石朗束手背心 押得穿苍脸 船只一掉头 赶贝下门 岸上有不少石朗的人 眼睁睁瞅着 先锋大人 被人带走了 路上还挺远 这只船 荡飘飘飘荡荡 听见摇炉之声 黄信站在船头 也不看他 哎呀 石朗心里就盘算开了 怎么办 这要见着郑成功 郑成功的怎么处置我呢 好不了啊 郑成功的脾气 秉性 我太了解了 我伤了他的自尊心了 我的确做的有点过分 多少年来 谁敢抗他的令 他连他叔叔瞪眼都在 何况是我呀 这样一见着我的面 不容分说 把他砍了 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但是死的也太不值 我到那怎么跟他讲呢 用什么话能打动他的心呢 完了 完了 不可能 我呀 必须如此如此吧 就看老天爷 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 那石朗可不白给 脑瓜好使唤 打定主意之后了 往后一靠 把眼一闭 时间不大 他假装睡着了 押送他的士兵 你看心中好笑 心说石朗你真是个门心 你真是贵